嗨 大家好 我是真一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農曆12月整體運勢屬羊之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 按讚 分享 按小鈴鐺 有芯片即時通知喔 本月整體運勢屬羊之人 逢衝不美 白虎相衝 本月養寶寶的心態容易慌亂 無法穩定啊 這其實就是因為醜莫充的影響 這就代表吐氣不穩 則是吐動木窯 甚至是木氣無利根之處 乾氣現空 心無所依 內心深處就會比較容易沒有底 眼神容易善患 精神容易攔影集中 如果身體較弱的人便容易受影響 如果感情沒有信心的養寶寶 容易懷疑自己的另外一半 反覆地去查缸 詢問 讓對方壓力很大 並會出現對抗的情緒 開始不相信身邊的人引起了別人的反感 容易出現失戀 婚戀 分手等問題喔 一旦木氣之根無所 就會導致心腦火 資源力不足 一方面容易手腳冰冷 容易導致心血管 高血壓等救急發作 努力穩定自己的情緒 盡量不要讓自己慌亂 不要再想要爭取更多的 能守住 自己現階段擁有 就已經算是不錯囉 本月養寶寶的財神指引籤 第五十九籤 第五十九籤 薄蘇引手陽山 詩曰 春秋必翼養夷年 眼骨藏身 熱士仙 一段君臣 心末月 深山靜隱受心眼 林千頂固 商朝薄夷 舒奇的兄弟 因為不食周數 隱居在守陽山 兩人形影相依 靠著採爵圍草而生 終於餓死在守陽山上 所以後人封他為義士 至今世人對他的節操敬仰不疑 林千姐 史千暗示了當世人 自治許已守舊 不宜妄動 問謀望 未能如意 必有阻礙 現運不好的人 以堅守本分 安分守己 以必齋心 以多行善事 是非口舌皆善 貴人為弟兄好友 此間暗示了目前福報不足 問世求謀難成 指音風骨清高 特立獨行 無願屈救 雖得生命 鬆鬱鬱抱憾此生 我是曾立佛 我們下回見 掰掰